作词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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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姑娘 你也别做了 去休息吧 姑娘 我手笨 做得慢了些 你千万别撵我走啊 没事 虽然慢了些 但做得很精细 姑娘 你快回去睡了吧 我把这些做完 行 那你做完这些 赶紧去休息啊 嗯 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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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你看见那个姓燕的没有 今天那大姑娘护她跟护肩膚一样 尽不给我脸 你还有脸说 你少的眼睛不差呀 你就争点气吧 用点手段 把那花纸丫头给拿下喽 这花家的万贯家产 不都是咱姓李的了吗 这种女人送给我都不要 整日不是在外面跑就在家里算 想想都没见着 你还忧生尽死 你以为你是太子爷啊 这和府上下 谁能看得上你 怎么就看不上我 谁敢看不上我 你 你俩看不上我 这么辛苦啊 眼睛都熬坏了吧 我 不辛苦啊 小丫头 我告诉你 我爹是这样的护院总管 你如敢叫出声 先挨三十棍子再撵出去 不信 你可以试试 求求你 求求你 求求你饶了我吧 你别哭呀 你长得这么标致 要是跟了我 你还用吃这种苦 我 我 我能 我能咬活自己 你们这些小蹄子 连你都看不上我 小爷今晚没空跟你废话 放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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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开 我 放开我 你干什么 我干了 又来一个小牛是谁 李金总 你做什么 大姑娘 你误会了 是这个小贱人约我来的 你还敢不认 小贱人 你想好了再说话 你告诉我 你认得他吗 姑娘 你快走吧 你别管我了 我怕连累你 连累过什么 我怕到时候我挨板子 再把我撵出去 让管世的知道了 我就是管世的 李金总 你还有王法吗 大姑娘对话 这不好听了 外边的王法是什么 那这无所谓 这府上的王法呀 就靠我们爷儿俩了 之前我跟您说过 这世道不太平 这府上进几个匪贼 伤几条人命 那是很正常的事 李贵您什么意思啊 您是想要灭口吗 您是个聪明人 您不能一时冲动 被这个小丫头骗子给蒙蔽了 我们家季宗啊 还是个孩子 这不能让这个小姑娘给勾引了 这犯别错 这 这不是个错呀 你护院颠倒黑白的本事 大兵看一下护院的墙 没用 臭个小姑娘 睡个女人呢 头昏脑胀 没吵析 姐 我现在就揍这两个小贱人 我现在就变得好 这 confessor 这陶纳的 帮助 我现在就变得好 快 我现在就变得好 我现在就变得好 我现在可以变好 不是 那不是 那是 你 我现在就变得好 他可能 就变得了 我现在就变得很 还就变得了 我现在就变得了 都愣着干什么 当晚 这两个父子不做人 我会把他们送去官府 谁想跟着进官府的只管动手 今日之事 李贵是恶手 与你们无关 以后你们在花家 花家从前对你们怎么样 今后也会如此 大名大夫要分部 大名大夫要关部 把他们给我绑起来 谁敢 打一百仗 绑进采访 离人送官 这位 你刚来花家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 是我失职 也是花家对不住你 等天亮了就送你回家 这些衣服和钱你就收下 希望能弥补一二 盈春 备车吧 好 姑娘 我想留下 你不怕吗 别 别 别赶我走 好不好 我没有家 快起来 你没有做错什么 为何要赶你走 可是从前的东家 他们都不肯信我 他们都知道了 我以后跟怎么活呀 好了 不哭啊 没有人会说你的 说得对 你们俩啊 小丫头 你别怕 你就当出了门踩了狗屎了 我刚才在外面看到他们俩了 被打得烂乎乎的 爬都爬不起手 我叫福东 你会不会 我一会儿就给你趁点热汤饭了 我哪儿也不去了 我哪儿也不去了 好 那你就长长久久地留下来 同我们大家在一起 姑娘 我想有个名字 你能帮我取个名字吗 那这样吧 她叫迎春 她叫抱夏 她叫福东 你就叫念秋 好不好 念秋 好 好 太好了 这下总算是四脚俱全了 今晚你就跟我睡一午吧 很天亮了我再给你铺床 你先去睡吧 好 怎么还没睡 怎么样了 她只是受了些惊吓 没有什么伤 你就让他们该去休息了 我说你 我能有什么事 说起来还要谢谢你 要不是你给了我这个小玩意儿 要不是我送了你这个小玩意儿 让你觉得心里有了倚靠 你冲上去之前还得多四两半克 我真想不明白了 今天那两父子算是豁出去了 就算杀人灭口也不奇怪 你都不知道怕吗 以前祖父也常问我 是不是天生少跟金 老虎都不去都敢拔 小时候不懂事怕得更少 长大了懂得多了 反而胆子小了 从前我害怕自己做不好 规格输入 让祖父失望 让画家丢脸 长大后 我怕自己担不起 长家的大人 不负祖母他们的信任 哪怕现在回城里 我还是觉得如鲁不鼻 我母亲每晚都睡不安然了 她生怕一醒来 却又重新进海角波 他们比我更怕 所以我不能怕 是我把他们带回来的 我得护住他们 画质 我说错了 光嘴上配不是可不行 那从明日起 我便从头教你 如何使用这绣剑 再教你些拳脚 防身可好 早点休息吧 明天我召集护院 重新给他们立立规矩 你既聘我做五千神 应该也有这层思虑在吧 那就多谢彦先生 画质 你想要护住他们 我便来护着你 至少 在我离开之间 在我离开之间 终于把那个心理的给打发走了 我这心理啊也踏实多了 可不嘛 可是咱们要重新雇一个人 又不知道她的人品如何 这老天也怪 把男人都升得高高大大的 咱们又敌不过 你这话可不对啊 我看你们家大姑娘 一个人可以抵好几个男子呢 我要是不来啊 都不知道二婶在背地里夸我呢 我正在跟你娘商量 聘请护院的事儿 正犯愁呢 你说这知人知面不知心 万一再请来一个 跟李贵啊李剑似的 怎么办呢 二婶放心 我同燕先生说好了 他在咱们家里当一天五先生 就顺便看一天护院 我多看一份工钱就是了 真的啊 佳弥陀佛 要不说咱们家运到好呢 这么起诊的一个郎君 又是少要的亲哥哥 竟然愿意在咱们家 做两份禅食 大姑娘 你可得千万把他留住了 对呢 对呢 我给燕先生做两身新袍子 你亲自给他送去 听婶子的 让抱下再去买两双鞋 都买几斤好茶叶 你平日里啊得打听 他爱吃什么 爱用什么 对症下药才好 你年纪轻 人情事故不太懂 万一真的把他得罪了 他心凉了 要走了 阿娟 我去帮你看看 博里商课吧 去去去 我们说的话你可得记着啊 嗯apan 正好 哎呀 远先生 你不是武先生吗 对 那我只教我们渣马步 discourse 那你想学什么呀 飞燕走壁 骗碎石 我还想学飞剑呀 我也想飞剑啊 飞剑 可以 好了 可以 飞剑了 但也得先扎马步 还要扎马步 无论想学什么 都得先把步子给扎回来 怎么有空过来 那再忙也不能冷归燕先生 万一你心生幼怨 一走了之了怎么办 那就要看冬家对我怎么样了 就一个橘子 多谢冬家 交你用书借 问老夫人安 我带念秋丫头过来 给您勾过目 快起来吧 有话站着说 以后啊 多少贵 老祖祖叫你起来呢 看上去是个俊俏的姑娘 你们都在职工的身边 她平日里 大事清楚 小事糊涂 衣食寒冷 都不挂在心上 那心思啊 都拧成一死疙瘩了 你们都帮衬她 照顾她 是 老夫人 去吧 快走吧 听说那天就这姑娘的是你家兄长 如今还在府上做五先生 不认识啊 是我哥哥 我哥哥可喜欢花姐姐 手得放平 往这摆 书中得往上 不然扎手上 往上呢 放送 对 往上 这样吗 发射 不错 继续 不错 继续 歇一会儿 吃点东西 吃吧 特意挑了个最大的给你 你自己怎么不吃啊 离可不能分着吃 今天练得不错 但以后也要每日寻家练习 那个大家伙的脾气可真好 被他剃断腿的人 没有十个也有八个 也就看你睡眼 燕先生可真是会变成花样派 东家的马屁啊 那是啊 要是冷漏了东家 我饭碗不就没了 要不你教我骑马吧 怎么突然想学这个 当初祖父他们出城的时候 倘若我会骑马 就能早些见到他们 多说上几句话 而且我也迟赛要去北地的嘛 我还想去很多更远的地方 如果我会骑马 我一个人哪儿都能去 当初让祖父交过 可他是个书生 也只会坐车坐轿 别拉这儿 要拉住江沈 不行 我一拉住他就摇头晃脑的 我会掉下去的 不会掉的 这座家马上那儿是我 掉下去也不是你啊 行 即便你掉下去 我也能接受你 来 没骗你吧 燕熙 你吹口哨干吗 我学你了 你学得不像 马都挺糊涂了 那你也没有教我啊 下次教你 怎么样 还敢骑吗 这骑马的感觉 就好像在驾驭海浪 现在不怕摔了 怕摔也要有些 那要不要 再骑两圈 好啊 进来 你却把我输旧 你却把我输旧 为我守候 不忍受 不退出 只怕放 最初那档光 它是绝把光灯带走 你是我闪烁的星宿 用尽一切帮我输走 为我守候 不忍受 不太注目 不忍受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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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哥哥 不 祖母 你怎么来了 这就是那位武先生吧 他就是我哥哥 我让燕先生叫我骑马 没有想到我一坐上去 马就抛下了 这马裂得很 除了我之外 不服任何人管输 你今天是不是 还没有跟护院能训话 只姑娘不说我倒忘了 老夫人 适配了 且慢 转一圈我瞧瞧 去吧 去吧 告辞 我跟你一起去哥哥 哥哥 我刚刚看你跟花姐姐 骑马好厉害 以后带我一起骑马 你再带我 哥哥 我慢点 祖母 都怪我 都怪你什么 是匹好马 祖母 这燕先生的马脾气不好 你离远一些 不用那么紧张 你呀就是绷得太紧了 像根弓弦子似的 硬邦邦的 那马一动 你不就摇摇晃晃了 先松下来 对 你看给咱们后厨 送货的那驼马了吗 他身上那个袋子 是软的 挂在马身上 就是稳稳当当的 如果是个硬邦邦的硬棍子 那马一动 它不就掉地下了吗 要学御马呀 先记住一条 手里的缰绳 无论如何 遇到什么事 都不能扔掉它 不能扔掉 把握方向的决心 无论是御马 御人 还是御事 都要学会顺势而行 求得一个张弛有度 这马的力量大 你的力量小 要学会借力借势 才能四两拨千斤 祖墨 你怎么知道这些 一直当我是身在大院里 什么事都不会做的 老妇人是吗 我又不是生来就这么老 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 偏爱骑猎马 喝烈酒 全皇城的少年郎 都追不上我 是匹好马 我年少的时候 侯府的大门可关不住我 我娘一个不留神 我就骑着我那桃花葱 到郊外打猎去 踏雪深汗珠 安迪卷炫毛 真是一匹漂亮的豪马 哎 那回 我那桃花葱被大风迷了眼 误打误撞就跑到一个破屋边上 我也进那破屋去避风了 我等不着 我应该能让你再继续 再来 这边 从大人之间 二人之间 有美人 老母 现在更有 Abril 为了 孩子 与世纪 最长的 自己能训练 你怕什么 我又不吃了你 那后来呢 那人是谁 成了你祖父 成了你 你干 这是什么 难抽筒啊 你快试试 是用野兔子皮做的 可暖和了 是前些天 我亲自打来的野兔子 亲手防制的 你怎么能杀伤呢 你不要送啊 我送别人了 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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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写姑娘 不用写 只能想到 我就赔上了一辈子 我还以为是祖父重举之后 才与祖母有了婚约 那都没意思 绑下做序的事 我不屑做 我的父亲是侯爵 母亲是郡主 我喜欢上一个穷小子 结果在屋里闹得翻天覆地 但很快 你祖父就考上了状元 彻底没话说了 那要是没有重磅呢 祖母还看得上祖父吗 没考上也没什么呀 我都想过 大不了我就跟他私奔 天大地大 还能饿死我们俩不成 我看上他的 也不是什么才学功名 是人品和气质 都不是 我是看着他 我那天进那破屋子里啊 哎哟 又长得这么俊俏的小郎君 我的心就 我 总有心在那儿 你就是在这儿跳的 蹦蹦蹦的跳 后来我跟你祖父一路走来 他的官越做越大 子女们也都长大成人了 我就从侯府的小女儿 变成了花家的老夫人 整日里我要严肃 要公正 还要不够言笑 也不能出去打猎阴酒 不能玩 那以后我陪祖母喝酒 不喝了 小少爷说了不能喝 孩子 别听那些闲人的胡言乱语 看什么家事门第 前程功名 那是寻郎君吗 那是做买卖 要是有一天有一个人 让你的心也在这儿 蓬蓬地跳 记住了啊 那就是他 就是他 你喜欢那吴先生吗 你喜欢那吴先生吗 祖母我 我没想过这些 你是个聪明孩子 问问自己的内心 究竟是怎么想的 我每一次遇见他 我心里都很高兴 他来见韶药 我就总想同他说话 有些话我也只想同他讲 我也不为了问什么 就是想说给他听 那这就对了 我觉得我心里是喜欢他的 但我现在是花家的当家人 百废戴心 我不能想他许诺什么 这你就想错了 记住了 无论为了多少人 无论是多大的事 莫要富了青春 倘若有一日 你心里有了答案 无论是谁 只管来告诉祖母 我要亲手为你置办家床 要高高兴兴 崩崩崩崩的送你出嫁 徐儿明白了 刚才我已经相看过了 是个高挑俊朗的小郎君 只是比你祖父略差了那么一点点 那是 对了 小少爷跟我说 那莫先生讲课 晦涩难懂 我知道 我已经在抓紧时间 找些年轻的先生了 只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 好 那你就去忙吧 我再坐会儿 走了 刚才你看见他们俩骑马的样子了 嗯 照这个学法 三年五年他也学不会呀 那心思就没再能骂上 你说的是 把那后生叫来 来 我有话要问他 来 来 你要去忙 去忙吧 我送了你帮忙吧 走 去忙吧 去忙吧 非常好 一句 你对我家芷姑娘 如何想法 如何想 如何说便是 她有胸襟 有胆识 胜过世间千万人 就这些 她心中无浊气 有静气 沉似水 静如风 倒是看出几分 芷儿的性情 不过 你没说实话 老夫人想听什么 不是我想听什么 是你在想什么 我是芷儿的祖母 今日就以老迈老 问你这一遭 燕先生 你不必急着回答我 我只望你好好想一想 问问自己的心 什么时候有了答案 想明白了 不用告诉我 该告诉谁 你知了 好 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 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 更不能骗她 你还笑啊 方才你见到祖母 就像老鼠见了猫 没有想到没少胳膊少腿就回来了 祖母动气没有 她怎么通缉出来 她可能年纪大了吧 这眼神不太好 虽然夸你长得还不错 那大姑娘年纪轻轻眼神好 怎么什么都没看出来 以前倒是没有仔细看 今日定睛一看啊 长得还不累 那这马 没人还骑不起啊 可千万别再被祖母撞架了 你对我是怎么想的 怎么想的 好好查一查 看看太后和花家 到底是何种勾演 芷儿是个外热内冷的孩子 望你不要让她等得太久 更不能骗她 我 当你是知己 知己 是 自我回皇都来 你是我交到的唯一一个 也是第一个朋友 我也是 我还有事我先走了 我 我 在心上的花 比雪可不下 分配色一飘洒 都是你的模样 想把我 分枉和荒调 做彼此身后故乡 和世界对抗 不管路多长 和世界对抗 好 姑娘 我来吧 不用 我自己来就行 姑娘 你都不知道 这小秋子啊 整日比那 采花蜜的疯子都有毛 我看你这么大一间屋子 根本就不够他收拾的 念秋 你别做这些杂事 你看这个家里 银车能管事 福都能长出 抱下呢又缠又懒 不思进去 整日就跟着我 进进出出的 所以我身边 不缺伺候的人 你自己想做什么 你想过吗 姑娘 你绣怎么坏了 就你眼睛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姑娘 衣服 缝 缝好了 这袖子怎么都没有缝补的痕迹啊 我 我是用丝线补起来的 狠着一百五十二根尾线 纵着九十七根金线 是起来的 从一到万 这几个字很好记 从今日开始 我每晚都叫你算账 你去找抱下 他那几个墨水 教你十字是足够的 我 我不十字 不要紧 你缝补得这么好 连线都记得清楚 说明你专心细心还有耐心 有了治三心 做起事来一定是吧 明白 可是 别可是了 咱们试一试 你若做得好 我有大事情要交给你 现在的生意真是不好做啊 对 是啊 这样都挤在一出 谁家生意会好 而且一进来就阴气紧森的 恐怪没有人意 这几个墨水 明春 你从这第一家铺子 一家一家的弹转卖的价钱 这三家都要好好地弹 姑娘 你是要在这里做铺子啊 好吧 我看这几家铺子左右是做不下去了 那我便试试大开口 拿个好架 少阳 别乱跑 福东姐姐 你抓得太紧了 我没乱跑 外面人杂 少阳你乖乖跟喊我们 要不然下回就不带你出来才买了 那不行 我 我 我帮你能力来才 我不认识 小阳乖 走 福东 好好的怎么要才买新材料呀 这厚厨又增加了几十厚收面馆 买这么多卖给谁呀 姑娘自有她的主意 走吧 你们看那辆马车好像是花季的 那不就是花大姑娘吗 还跟着两个丫鬟 听说那花家大姑娘长得如花似玉 你们见过没有 那是你们没十月 她当初在街片摆摊写字的时候我就见过 长得特好看 一个卖点心的有什么好感 不就是把我哥害得那么惨的那个狐狸精猫 不如这样 哥有几个给你壮胆 一会儿咱们过去 你先骂他一顿 沈牙美 你是不是不敢呀 真有什么不敢的呀 我今天就当是为民除害了 别慌了别慌了 走快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 那个卷呢我也会做 这么厉害呀 花大姑娘 好啊 家的朋友 玩玩 快走快走 什么人呢 别我们家小鸡小鸭似的 光跟人家叫 别走啊 还不是咱那小鸡小鸭呢 他们把你当成了你花姐姐的 故意想欺负她 她不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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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看上你了 快去找她 就是啊 不荒一秋天 不老一炷茶 啊 天落水 鸟吃虫 记忆永飞 心血未观 心里未改 茶叶或粗茧 滋味乃春天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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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前夕 才少许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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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平川浪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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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發 mom bitcoin 之叶 啊 啊 啊 是从记忆流飞 心血未官 心里未干 茶叶或粗间 思维乃春天 啊 明前夕才少许 啊 公平春暗漫 啊 明前夕才少许 啊 公平春暗漫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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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